奈米布料研发中让皮肤更凉爽 史丹佛大学科学家正在研发一种新材料 比一般的织品更能让皮肤长保凉爽 人类皮肤产生的大部分热能 在电磁波光谱上皆属于红外线 棉质布料善于反射可见光 但仅有1.5%的红外线能穿透该材料 这表示大部分的身体热能 皆被棉质布料吸收或反射回皮肤 而聚乙烯布料则能让红外线 与大部分的可见光穿透 奈米聚乙烯的气孔直径为50-1000奈米 可以让身体产生的红外线辐射穿透 同时也反射99%的可见光 实验显示 该材料与棉或聚乙烯布料相较之下 能让皮肤凉爽许多 科学家正努力为奈米材料增加更多颜色 质地 让它更像布料 以供纺织液使用